举杯谢谢大家 互相敲杯祝福双城论坛 圆满顺利蒋万安上海行的第二晚 照惯例设宴回请上海方 我也会持续的努力 以最大的力量 让双城论坛持续的办下去 双城好两岸好 我想这也是大家共同的期待 也是大家共同的心声 继组论坛后蒋万安晚宴上 在二度提及双城好两岸好 上海方也用超乎往常的练习名单来反馈 上海市公正公市长 欢迎公市长 有别于昔日都是副市长代表 这回上海市长公正亲自出席 和蒋万安同框做一起 两岸同胞血脉相连 亲旺亲好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尊重关爱 造福台湾同胞 我们也期待两岸同胞 共同把握历史大势 坚守民族大义 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做出新的贡献 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最后环节一一点名贵宾上台致意 但台北市副发言人蔡宛柔 不小心漏念随行的副议长叶林传 导致副议长孤座台下脸色铁青 事后传出叶林传相当不满 当下其实我昨天晚上自己叫的宵夜吃太辣 有点不太舒服 所以也没有说不高兴 叶林传事后不就责 不让这意外插曲抢走蒋万安的政治焦点 新新闻黄轩炼志豪 在中国上海的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